师父那地藏王菩萨他最后说了一句最后一句话说 孝敬你们的父母会给你们征服征受切记切记 师父孝顺父母 孝顺父母 我过去就碰到有些人整天找理由的人 对不对啊 你说我跟他说你要孝顺父母 父母死掉了 父母死掉了 你不能孝顺天下所有的年长长辈者的 你不能把他们视为父母的 你这境界就高了吧 你有没有老师啊 你有没有师父啊 你自己的父母没有 你师父不能你好好孝顺的 是是是 对不对啊 师父 师父 这里地藏王菩萨他孝敬你们的父母 其实这个父母有人的父母 也有我们的老师 其实他不了疼喊 对啊 就是这样啊 所以 所以很多事情啊 我跟你们讲啊 真的 怎么讲呢 有些事情真的要懂啊 很多人不懂找理由 其实他就是在绑佛呀 是是 师父没得听我理解 所以作恶得恶果 为善得善果呀 你不讲 你造极众恶业 则堕地狱呀 所以地藏王菩萨是最痛苦的 因为他在地狱里就那些 非常痛苦无助的 而且已经做了坏事 造成了英国的那些罪魂啊 所以你说他多可怜啊 是啊 师父那一天不是博客上发表了 有一个人不是上地狱里 地藏王菩萨带他去看地狱吗 哎呀那种惨像啊 师父 是真的啊 我告诉你是真的 真的不能开玩笑的 这个东西都是 那师父 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 那师父 我们讲的 阎王老爷和地藏王菩萨 他都是与地狱有关 您讲讲他们的职权吧 师父 阎王老爷 地藏王菩萨他不是什么职啊 就举个简单例子好了 那个阎王老爷是行政部门的 精政部门 地藏王菩萨是精神部门的 精神部门们 比方说有点像 有点像来指导你们了 叫你们不要犯错误了 像像就有点像部队里的 一个是连长是行政部门的 还有一个呢是指导员 你说他没有位置了 指导员比连长还大呢 但是你要说他 你说他有什么职位啊 他没职位的 地藏王菩萨 他本身是到地狱里来 就来救度众生的嘛 他很多的事情 他把你救度好了 阎王老爷就把你判了 判了释放了 就这个概念啊 哦 明白了 那师父可以这样理解吗 地藏王菩萨是教化众生 而阎王老爷是执法部门 对啊 就是这样啊 阎王老爷们就是执法部门啊 黑白无常也是他的执法部队啊 哎 明白明白明白 明白明白 就是这样 好 那是 那师父 现在很多父母认为 女听自己的话 无条件的顺从才是孝传 不顺从就是不孝传 这样理解 对吗 师父 不孝顺根本不对了 孝和顺本身就不一样了 孝是对父母好 对不对啊 买东西啊 照顾啊 这叫孝 顺是什么呢 顺着父母的心意 现在的父母自己都不像父母 你怎么顺他啊 他叫你去偷东西 叫你在单位里偷工减料 你也顺着他啊 嗯 不能的 啊 就这么道理啊 所以为什么要孝啊 孝啊 二十四孝 讲的是孝 对不对啊 哦 这还不懂啊 明白 那师父 如何才是真正的孝顺 如何才是真正的孝顺 对不对啊 以孝道为首 以顺心为父 如果啊 这个父母亲讲出来都是正确的 他觉得是对的 他应该顺着父母亲 嗯 但是不管父母亲再怎么做的不对 你必须要孝 明白了 嗯 好了 明白了 明白了 师父你说 师父啊 有些佛子 有些佛子吧 不经常回家 但是看父母 但是呢 他们经常给父母放生 烧小房子 这也是一种孝吗 这个不 这个是大孝了 不是小孝了 大 你以为啊 法师呢 他们远离自己的父母亲 但是他们整天给爸爸妈妈祈祷 让爸爸妈妈开心 自己做功德 护持自己的父母亲 对不对啊 好了 哇 爸 那 他们 他